這裡面有跳跳糖 跳跳糖 這裡面有跳跳糖 歡迎收看酷酷兄弟 最近天氣非常非常非常的熱 我看新聞報導說會熱個48天 77 48天 49 49 77 49天 超級超級熱 回來之後我跟製作單位說 我們來吃點冰好了 再不只要消暑你知道嗎 真的要消暑 我們該吃點冰的東西了 好餓喔 我們準備一些台灣就是還蠻 還蠻有名的冰 就是一些蠻特別的冰 不是 大家都知道去便利商店 都會買一些就是一般的 一般的冰棒是不是 或是雙麒麟 我們今天準備到一些 其實台灣很多超市啊 Sever那類的 其實買到超多冰淇 可是那些都是比較一般的 對 比較一般的 那我們今天準備的是比較 外面買不到 買得到 但是要去找 對 可能要找一下 要去特別的賣冰點 一些花樣很多的冰淇淋 對 花樣很多的冰淇淋 對 那我們今天準備了一些 你後寶在發光 我知道 你要不要去拿了 不要啊 我在等著你拿過來 你去拿啊 換你了 什麼 什麼換我了 每次都是你拿 我已經不曉得在偷骰子 剪刀手布 沒有剪刀手布 剪刀手布決定誰先誰 你說骰子嗎 對 剪刀石頭布 我先 為什麼 為什麼連剪刀石頭布都輸啊 好啦 我投個一讓你啊 快點啊 欸 投出五耶 我 好啦 那我也投個 我投六就好啦 來喔 不要太高 投六就好 你真的沒有六的命耶 等一下 我骰子怎麼兩個三 欸 欸 對耶 等一下等一下 我們發現有BUG耶 這個骰子有兩個三耶 反正他也沒聽過你啊 有六啊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我是有兩個六嗎 哈哈 為什麼你沒有兩個 沒有啦 他那是正常的 我的是正常的 那你是少哪個數字啊 好生氣 我幫你看 你少哪個數字啊 一 二 三 三 啊 他沒有四啦 太直了 這個骰子是不是要換上 你是跑去哪裡 哪裡弄那些冰過來 我剛才要去買啦 還沒有買到就對了 對 這是冰嗎 這是棉花糖 棉花糖 對 我千辛萬苦買到的棉花糖 他叫棉花糖 他開始在流了 不要講太多廢話 我們要快點講 從這邊 從這邊開始嗎 對 這個東西啊 雙麒麟 就是最外面一般最常見的雙麒麟了對不對 對 我們要拿一點 這個是什麼口味的啊 你有沒有湯匙 你用嘴巴吃嗎 我可以直接吃嗎 誰敢吃你的口水啊 有有湯匙 有湯匙 這就是我們在外面最一般看到的雙麒麟了 這應該是芒果口味吧 這應該是牛奶 芒果口味 你的應該是芒果 我想吃芒果 剛才剛才我見面的顏色 其實很冰耶 它是棉的耶 芒果口味 你的是什麼口味 吃不出來嗎 甜甜的蜂蜜 蜂蜜口味 還是湯匙有蜂蜂蜜 蜂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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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摸到看 你摸到我的 你摸到我的 你自己吃吃看 你真的看那是什麼風味 那是芒果 芒果 你看 你看那是什麼 這是什麼味道啊 蜂蜜 它是蜂蜜 我還算會吃了吧 那是蜂蜜口味 真的是蜂蜜口味 因為我以為是牛奶 因為白色的 所以它是蜂蜜口味的 有沒有 好好吃喔 我們可以一個人吃完嗎 製作人員要吃嗎 後面 我不能喝酒 可是你不覺得沒什麼 沒什麼 我等一下會被醉了 醉了繼續錄 我們今天還有一些東西要拍 好啦 這個是棉花糖 這是去哪裡買的啊 棉花糖霜麒麟 最近在流行這些東西 很酷耶 我是覺得它的棉花糖有點酷 這樣怎麼吃啊 先吃棉花糖啊 這是有跟棉花糖一起吃的嗎 對 所以這個是跟棉花糖一起 棉花糖很甜啊 我們可以加點冰啊 你加這個 裡面有啊 裡面有啊 裡面有冰 有啊 我挖你的 最近台灣在流行這樣吃 棉花糖一起吃 為什麼吃個冰都要這麼費工啊 因為第一個還是烏雲耶 我看看 我覺得 就是心情差的時候吃了是不是 然後心情很繽紛的時候吃了 你知道為什麼要做棉花糖冰情嗎 為什麼 因為外面太陽太大 棉花糖可以蓋住冰 先吃棉花糖 比較不會 比較不會融化 這好吃耶 它有一種甜甜的感覺 然後再加上冰冰的 很奇怪的口感 那是好吃 牛奶 不會 我們只吃裡面 它的冰真的很不錯 它是牛奶冰 而且味道很濃 對它是味道很濃 你咬兩口 讓媽媽再來 誰敢吃你咬過 我來看一下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 它裡面都是烏雲耶 烏雲的 它很可憐 我來吃看它有沒有不一樣 它有一點 這感覺在頭上會很可愛 不行啦 不能玩弄食物 一樣 一樣 裡面一樣 它應該是 這裡面有跳跳糖 跳跳糖 這裡面有跳跳糖 真的還假的啊 我嘴巴在爆炸耶 是那種 你是說小時候吃那種 它裡面有跳跳糖 你不用沾奶 你直接吃啦 它裡面有跳跳糖 我沒有吃錯吧 沒有跳跳糖 你吃到什麼東西啊 明明就有 明明就沒有 有啦 這個一粒一粒的都是啦 沒有啊 製作單位說沒有跳跳糖 真的有啊 不行你們進來吃 真的有啦 試試看 沒有跳跳糖 我不知道你那個地方有沒有耶 我剛剛真的吃有啊 有嗎 糖 沒有啊 等一下 不知道什麼東西 我剛剛吃這邊真的有耶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下一個 下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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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個東西 這個東西叫做什麼冰 蜂巢冰淇淋 蜂巢冰淇淋 對 為什麼叫做蜂巢 等一下 那上面那個黃黃的那是什麼 蜂蜜 所以這個是蜂巢冰淇淋 下面是普通的雙淇淋 然後上面是 應該要沾點蜂巢 為什麼會把 它是 甜絲耶 它就是點的啊 你看 你看什麼 你看 你的絲 好甜喔 超蜂蜜 它不是那種 一般你在外面加的那種蜂蜜 蜂蜜醬啊什麼之類的 它就是很濃縮的蜂蜜的感覺 這上面是蜂巢 它連蜂巢都冰了耶 為什麼 冰過的蜂巢啦 冰過的蜂巢 這個是沒有冰過的蜂巢 就是冰過的吧 下面是咖啡冰 然後上面是 碎冰再加上珍珠奶茶 它有咖啡的那種苦味 然後上面有一點嚼勁脆脆的 因為它的珍珠其實冰過之後 會變成脆的 那變脆的之後 它又再帶一點甜味 很複雜的一種口感 因為怕怕的上面 吃上面的人會覺得太甜 所以它下面就苦味 我比較喜歡這個 因為它苦一點比較好吃 它其實會把味道綜合掉 這個我知道 這個是那個 你不知道 我知道 台灣很流行 因為台灣還蠻流行的 這都莉莉冰淇淋 最近剛出在台灣 台灣 它是把冰做成一粒一粒 小小顆小小顆的 有沒有看見 它今天是兵分的耶 那個看起來比較不好吃 還要吧 那是牛奶巧克力嗎 來不及了 我要下手了 感覺好好吃喔 我這個是 彩虹小馬的 的味 彩虹小馬的 反廚物 這就是巧克力牛奶 巧克力牛奶口味 蘿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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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吃吃看 什麼蘿蔔 你的味覺是有問題吧 真的不好吃 它有點像是糖果的味道 這個是給小朋友吃 小朋友吃起來會很喜歡 那是給 那是很甜 然後有些糖果的味道 很糖果 它很糖 很糖果的味道 這個就是巧克力牛奶 白色的就是牛奶 然後咖啡色的就是巧克力 巧克力牛奶口味 廢話 不然黑色的是牛奶 白色的是巧克力 口不好 你有看過黑色的牛奶 怪了吧 再來喔 這上面是雪梨冰棒 雪梨冰棒 雪梨冰 你那個是什麼 二代 你那個是雪梨嗎 水果雪梨 雪梨 雪落 不是雪梨 不好意思喔 上面擠得霜 看不太清楚 這個東西吃起來 有點像是 你把芭樂皮削掉 然後再加到 再 什麼東西啊 你在幹嘛 好冰啊 你把芭樂皮削掉 然後之後 放進果汁機裡面 把它攪爛 再 再冰成冰棒 但是 還滿好吃的 好酸 好酸 我們就像放著冰這樣融化 沒關係喔 所以我們要趕快 快點 剩下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那個是什麼 它是在 你要不要吃吃看這個 鳳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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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鳳梨是一種梨子嗎 那給你吃 我要吃冰 你在偷笑什麼 它裡面是放鳳梨塊 然後再加上下面的冰 然後 那邊太硬了 裡面還有一個 那是梨子是不是 對 這種東西 怎麼會有人喜歡吃 不會啊 這種東西怎麼會有人喜歡吃 真的好硬喔 它上面硬 不是硬不硬 你比起 比起買這些很貴的話 如果我要選冰棒 選冰品的話 我應該會買小美的 我覺得小美不錯 你說一盒 然後 一盒小小的 你知道很有故事 冰棒這次越出越多了 很重心的冰棒 好啦我覺得差不多了 我們再吃下去 直接拚到兩碗 看到外面的人 一直很想吃這些冰 對 好涼喔 快一點 這集差不多就該按到這了 不知道你們喜歡哪一種 哪一種冰品呢 有在下方的評論 讓我們知道吧 那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不要忘了在左下角 就喜歡在左上角的訂閱 那 還偷舔一口 我剛剛舔一口之後 腦袋就盪掉了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不要忘了在左下角的訂閱 左下角的喜歡 在左上角的訂閱 隨時訂閱頻道 隨時跟蹤我們片的動態 我們下一集Episode再見囉 See you guys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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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e